第1047集 笑雅 贝贝面对已经举起了蓝银霸王枪的唐雅大叫一声 唐雅的身体震了震 她本来动作就有迟疑 听到贝贝这一声呼唤 手中的动作也变得更加迟缓了几分 贝贝散去了自己的龙皇阵玉界 一步步朝着唐雅走了过去 没走出一步 她身上的金色光芒就暗淡了几分 三步之后 她所有的龙鳞已经全部消失 连五魂都已经完全收回 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笑雅 我是贝贝 还记得我吗 贝贝一边向唐雅走去 一边柔声说道 徐三使紧了紧自己手中的黄金玄武盾 猛然以挥手盾牌飞出 正飞着一名扑上来的魂底级喜欢师 她真的不放心贝贝 可是在这个时候 她却没办法阻止 先前那一瞬间 她从贝贝眼神中看到了极其坚决的神色 这种眼神 就算是她和贝贝那么熟悉 也还是第一次见到 她知道 贝贝已经下定决心了 无论如何都要去尝试 作为兄弟 她不能去阻止 因为她知道 如果换了是自己 与楠楠处于这种情况 自己也同样要这么做 贝贝 加油 徐三使在心中呐喊着 同时聚精会神地看着唐雅 一旦有什么不妙 她就会第一时间冲上去救贝贝 唐雅有些呆滞地站在那里 在她脚下 大量的暗黑蓝银草 朝着周围 依旧挥舞着 但却并没有再投入到攻击之中 风锐的蓝银霸王枪上 闪烁着暗蓝色的光云 强横无比的气息 仿佛连天空都能吃得窜屎 但是 就是这么一柄风锐的长枪 握在她手中 却并没有朝着贝贝刺出 贝贝依旧在向前走 她的目光更加柔和 身上甚至连一丝魂力波动都没有了 小雅 我不会和你动手了 我怎么能伤害你呢 你是我的小雅 永远都是 如果你要动手 那你就杀了我吧 哪怕是让我的心血 再次沾染在你身上 我也愿意 你别过来 唐雅突然大叫一声 这也是她在这场战斗开始后 第一次开口说话 在她的声音中 不再是那么冷漠 反而有着几分恐慌 听到她这一声呼唤 远处的徐三石略微松了口气 唐雅的情绪 既然因为见到贝贝 而产生了波动 那就证明 在她心中有贝贝的印象 贝贝没有听唐雅的 她依旧在向前走 原本她和唐雅之间的距离 就不远 此时已经快要到近前了 你别过来 唐雅的声音变得更加尖锐了几分 冰冷的眼眸中 充满了挣扎的情绪 小雅 小雅 我是贝贝 贝贝继续向前走 她呼唤着唐雅的名字 就像在呼唤自己的妻子 终于她已经到了唐雅面前 而唐雅手中的蓝银霸王枪 终究没有刺出 那强横的攻击魂迹 甚至在唐雅手中轻微的颤抖着 贝贝 已经到了蓝银霸王枪枪间前方了 但她却没有停下 竟然直接撞上了 那蓝银霸王枪锋锐的牵尖 瞬间刺入了她的肩头 枪间处顿时多了一抹红韵 这一抹红韵 顺着蓝黑色的纹路向上蔓延 这暗黑蓝银霸王枪 伴随着唐雅修为的提升 已经有着吸血的效果 在吸血的同时 还会将自身蕴含的黑暗毒素 融入到对手的血脉之中 贝贝的脸色变得苍白了一些 但她的目光却依旧柔和 小雅 我是贝贝 眼看着蓝银霸王枪的枪间 刺入了贝贝尖头 唐雅的目光一下就呆滞了 呆呆地看着她 就像是在看着什么 不可思议的事情似的 贝贝又向前迈进了一小部分 顿时蓝银霸王枪 更加深入了一分 可从始至终 贝贝脸上却没有出现 半分痛苦之色 在她的面庞上只有温柔 小雅 我是贝贝 贝贝轻声地呼唤着 呼唤着 唐雅突然息思底里地尖叫一声 猛地松开了手中的蓝银霸王枪 没有了她魂力的支持 那蓝银霸王枪顿时瞬间溃散 化为一道道暗蓝色光运 消失在半空之中 而唐雅身体的周围的暗黑烂烟草 也是迅速消失 她的翘脸已经变得一片苍白 整个人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 双手抱头 我的头好疼 好疼 贝贝强忍着肩头上的痛苦 赶忙上前一步 将唐雅拥入了自己怀中 尽管此时的唐雅身体十分冰冷 还充斥着强烈的黑暗气息 但当贝贝将她拥入怀中的一瞬间 泪水依旧忍不住再次流淌而出 多少年了 自从唐雅当初失踪到现在 已经多少年了 她终于又一次将唐雅抱回了自己的怀中 小雅 你可知道 这一刻我有多么的幸福 无论付出多少代价 我都要将你治好 徐三时一看贝贝得手了 顿时大喜沃望 飞快地冲到她身边 低声道 好了 快走吧 好照顾小师弟离开 贝贝扭头看向她 用力地点了下头 然后将唐雅抱起 转身就跑 朝着假命斗罗的营杖方向跑去 在那里通往亡灵半围面的大门 还起着 日月帝国率长 身为国师的圣灵教主钟离乌 坐在守卫上 就连元帅林海都坐在他旁边 大量的命令已经下达了出去 整个军营都在为了这场大战忙碌着 钟离乌阴沉着脸 帐内除了林海之外 还有日月帝国许多将官 因为有钟离乌和六大圣灵教主在的缘故 他们一个个都禁若寒蝉 怎么这么半天还没有人回报 你的传令兵怎么回事 钟离乌行身边的林海问道 林海也皱了皱眉道 不应该啊 已经有一会儿了 传令兵应该会不断地回报状况才对 刚才一连串命令下达之后 帅杖内就安静了下来 这等待也有一小会儿了 却没有传令兵再来 不知道外面情况怎么继续指挥战斗啊 嗯 钟离乌眼神突然移动 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身 不对 怎么这么安静 就算帅杖隔音好 外面也不应该一点动静都没有 出去看看 一边说着 他就迈开大步朝着外面走了出去 当然不会有传令兵进来了 因为假面斗罗就在外面 布置好精神屏障之后 霍宇浩已经拦阻了三波传令兵了 有精神屏障隔绝外面的声音 以他的实力 这三波传令兵全都被精神干扰领域 引诱到帅上旁边的阴暗处陷入了昏迷 帐盘门帘香气 钟离乌第一个走了出来 霍宇浩就站在门口不远处 眼看着钟离乌出来了 心中暗叫一声不好 那边还没有结束 大家也都还没有撤退呢 霍宇浩知道 现在是争分夺秒的时候 每争取一秒钟 伙伴们那边就更安全一些 而此时 也正是贝贝抱起小雅 朝着他营帐方向撤退的时刻 霍宇浩的精神探测 一直覆盖着整个战场 发生了什么 他都一清二楚 时间 时间 新年电转之际 霍宇浩快速上前两步 惊慌失措的道 教主 不好了 迭席 是了个学院的人 他嘴上虽然在高喊着 但整个人就正好挡住了 钟立屋的取落 什么 走出帐篷后 钟立屋就感觉到了不对 空气中那么强的魂力波动 是怎么回事 之前在帅帐中 为什么都没感觉到 不过这个时候 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赶忙喊道 钟卫鬼跟我赢比 但也就在这时 强悍的变血骤然爆发了 在霍宇浩精神共享的指挥下 原本一直压制着实力 没有将变血全部施展的小白 终于将他的实力 全都展现了出来 变血覆盖的范围瞬间扩散 超低的温度 还有那无数风雪 骤然席卷 首先就挡住了圣灵教主 和圣灵教鬼们的实现 而且在他这领域内的 强大魂迹之中 一切的魂力感知 都会被削弱到极限 钟离乌怒吓一声 右手向前一拍 顿时一团强盛的紫光 从他手掌中排出 紫光在空中扩散 化为一团团紫黑色光运 光运所过之处 许瞬间消融 他根本就不顾变血的阻拦 直接朝着战场方向冲了过去 身为超级道罗层次的写婚师 他对自己的实力极有自信 而另一边 使了个学院众人 眼看贝贝带走了小雅 也是迅速脱离战场 送了一张拍飞三张老 令他重伤喷血 却顾不上再补最后一下 身体化为一道闭光 瞬间闪烁着朝着中立屋这边 就迎了上来 如果没有人阻挡一下圣灵教这些强者 那就谁都走不了了 严绍哲身上的第六魂环骤然生疼 他和宋老之所以没能在这短时间内 击杀三长老和四长老 也是为了压制实力 不产生太强大的魂力波动 被中立屋发现 霍雨昊能够隔去声音和魂力波动 但如果地面上的震动太过剧烈 还是隐瞒不住的 但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 严少哲也是全力出手 璀璨的金色凤凰 骤然张开双翼 撞飞四长老的同时 也朝着那些习魂师们覆盖了过去 将与唐门众人纠缠着的习魂师 全部逼腿开来 唐门众人自然是掉头就跑 直奔霍雨昊那假面斗罗的迎战而去 严少哲自己则是在空中谈起 紧跟在宋老之后 身体融入背后的金色凤凰之中 释放出了自己的五魂真身 身上的地球魂环也随之闪耀 鸡 一声嘹亮的凤鸣震耳欲聋 严少哲所化凤凰真身 身形瞬间暴涨 一盏几大百米 强烈的凤凰火焰众人生气 铺天盖地般朝着下方飞射而去 这凤凰火焰 每一处竟然都是火凤凰形态 强大的光明气息 竟然连小白变血都临时驱散了 原本黑暗的天空 也在这个时候完全亮了起来 璀璨的金色燃烧着 那照亮天气的金色光明凤凰 绽放着最为规律的光彩 这就是严少哲的地球魂迹 也是他的最强一击 凤凰降临 这一瞬 他仿佛已经化身为真正的神兽凤凰 那强烈的光明属性 仍是压制的对面冲过来的圣灵教主钟离乌 以及六大鬼都是辞职了一下 紧接着凤凰火焰就将它们全部覆盖其中 钟离乌等人是发现这边战场上急切之间冲出来的 而严少哲那边接到霍玉浩精神共享的提醒 早就已经是叙事以待 没有任何质疑的就施展出了自己最强大的魂迹 宋老身上也是清光大圣 他比严少哲还要早一步化为轻盈神鹰 当凤凰真身降临的时候 轻盈神鹰在空中瞬间闪烁 那一刹那就算是霍玉浩 也只是隐约看到轻光一闪 紧接着轻盈神鹰就变成了如同翡翠般的光泽 此时的轻盈神鹰已经完全不像是武魂了 而更像是一件玉石雕琢而成的艺术品 瞬间绽放的轻盈神鹰速度已经达到了极致 直接就找上了钟离乌 钟离乌已经来不及施展自己的武魂真神了 无奈之下值得全力防御 在这种情况下宋老的实力就发挥到了最强状态 再加上众位协婚师还有抵抗凤凰真身释放着的强大凤凰火焰 一时间七名超级协婚师竟然全都被宋老 这一击撞飞了 宋老第九魂迹 翡翠升华 钟离乌的魂力修为和宋老是差不多的 但他本身就是协婚师 如果是一对一的情况下 宋老也只能凭借速度和他周旋 未必是他的对手 但此时在有心算无心的情况下 钟离乌虽然没有受伤 但还是被撞飞了 霍玉浩在那强烈的光明凤凰火焰中 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然后人就在火焰内消失不见了 那可是超级斗罗层次的光明火焰 恐怖的威能杀死一名普通封号斗罗 没什么可奇怪的 唐门众人就趁着这边两位超级斗罗的抵挡 已经迅速冲入了霍玉浩的营帐之中 借着遍雪的掩饰 神不知鬼不觉地尊入亡灵伴为面去了 一圈白色光环 悄然从凤凰火焰中向外绽放 群体虚弱 紧接着周围的空间完全扭曲起来 精神干扰领域 钟离乌刚想象回飞 突然感觉到一股强横的精神力撞向自己 他在空中怒哼一声 身上紫光大放 但身体依旧是震了震 停顿了一下 约好 走 严少哲的声音传来 霍玉浩知道 在这种级别的对抗中 自己根本做不了什么 他最强的灵魂冲击 撞击在钟离乌身上 自己竟然受到了精神反噬 不敢怠慢 掉头就跑 同时他朝着不远处 装死的南宫碗传音道 你精神至害中的禁止 三天后自然会消失 你什么都不用做就行了 南宫碗被撞飞后 就在地上装晕 而为了装得像 他是真的受了重伤 硬生生的被宋老撞了一下 身上骨头都断了几根 此时听霍玉浩这么一说 他除了相信之外 什么都做不了 要去追问 很可能就会暴露 霍玉浩招呼上冰凶王 迅速朝着营帐内撤退 一道闭光在他们身后亮起 霍玉浩和冰凶王 只觉得身体一清 下一瞬就已经冲入到营帐内了 快走 宋老的声音传来 霍玉浩道 不 宋老 你和小白先走 我等严院长 我必须要主动关闭这扇大门才行 我要是走吧 很可能就会露馅了 严少折道 没事 不用管他 我只有脱身办法 你们先走就行了 快 啊 霍玉浩虽然心中疑惑 但他对严少折的话 自然不会有什么怀疑 不敢怠慢 赶忙和小白 一起钻入到亡灵大门之中 宋老随后进入亡灵围面 宋老立刻向霍玉浩道 关闭大门 严院长他 霍玉浩吃惊地看着宋老 不等严院长 宋老微微一笑 听我的没错 少者有办法脱身的 你以为咱们学院五魂系院长 是那么好当的吧 他可和你是一位老师的 要是没点真本事 能够成为下一任海神阁主继承人吗 霍玉浩心中一动 这才赶忙将自己的亡灵大门关闭 漆黑的大门闭合 整个亡灵半围面 彻底于斗罗大陆分割开来 这个时候 无论那些习婚师有多么强大 都不可能找过来了 当然霍玉浩他们想要回去 他还必须重新回到那军营之中 但那时候 只有他一个人 想要脱身就容易多了 现在不是着急的时候 总要等到外面完全安全了再说 在霍玉浩制定计划的时候 严少哲就主动说 要承担断后的任务 霍玉浩自然知道 严院长实力强大 这样安排自然是妥当的 可事情的进展 却并不像计划中那么顺利 大爆炸发生后 圣灵教主竟然没有带人前去查看 这一点就大大出乎了霍玉浩的意料 他还是小看了这些习婚式的自私 率仗距离战场太紧了 终究还是被圣灵教主发现了问题 这个时候的断后就太危险了 霍玉浩想去断后 他也没那个实力啊 他原本以为自己假扮假面斗罗的事情 甚至南宫晚这个内奸恐怕都要保路 但就算那样 大家能全身而退就不错了 可谁知道 严少哲亲自断后竟然没有后退 这样一来计划似乎完美了 唯一不完美的就是严院长自己没有退出来 此时看着宋老脸上的微笑 霍玉浩这才隐隐猜到 严院长应该也有着什么底牌 便学收歇 但凤凰火焰却依旧死虐 整个天际都被映照的一片金色 空中原本准备迎敌的日月帝国浑岛士军团飞行浑岛士们 都快速朝着这个方向靠拢过来 这可是率帐所在的 要是这核心地带出问题 可就麻烦了